各位观众您好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中国民众春节返乡高峰之际 中东不多个省份却遭遇到15年来 最强冰冻雨雪天气 严重地影响了公路、铁路跟航空的交通 有大量的返乡民众在高速路上受阻 甚至有人被困上的三天两夜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B站上面掌闻视讯的一段视频显示 一名男子从江苏无锡回到河南铺养老家 凌晨路过了江苏淮安市 因为路面降雪结冰而被迫停在服务区 800多公里的返乡路 正常只要10到11个小时 但是他却开了17个小时 另外一位在护于高速荆州段的 王先生告诉澎湃新闻 他已经被堵高速路18个小时 另外根据中新网的报道 一名叫黎克的民众 2月2号早上 跟朋友从广东深圳出发 计划要返回湖北老家 但是由于高速路上冰冻雨雪堵车 直到4号深夜 他已经被困在高速路上将近70个小时 其中整整有24个小时 车子完全动弹不得 他说真没想到 这次冰冻会这么的严重 目前正值春运返向的高峰 中国交通运输部门在1月下旬就预测 今年春运40天内会有90亿人次流动 创下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 中国中东部地区多省 从1月31号开始 就遭遇到了15年来 最强的冬季雨雪冰冻天气 并且在上个周末到达最强时段 中国的中央气象台 4号早晨连发4项预警 包括了大风蓝色预警 大雾黄色预警 暴雪橙色预警 跟冰冻橙色预警 大雪跟冻雨对于公路跟铁路交通等等 都造成了严重干扰 成千上万的民众的返向路受到严重影响 监测显示 河南东南部 湖北中部等地出现的大雪或者是暴雪 湖南北部 湖北东部等地仍然有冻雨 中国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表示 截至4号8点 山西、内蒙古等16个省区市 总共封闭了210个路段 涉及到91条高速公路 7条普通的国道 20条普通省道 累计里程13831公里 关闭了1665个收费站 而作为交通枢纽的武汉 公共春运交通受到恶劣天气影响相对的严重 根据界面新闻报道 截至4号下午3点 武汉天河机场流量正常率仅仅为20% 临时取消航班468架次 提前取消航班64架次 航班取消的比例超过6成 近日的冰冻雨雪天气 也导致了湖北多地高速出现的涌度的情况 许多司机被迫滞留在高速公路上 面临到严重的困境 根据中国社媒站长之家5号报道 大车司机康先生表示 他已经困在了许广高速金山段超过30个小时 目前他准备的吃喝物资已经耗尽 不得不开始煮雪喝水 另外根据封面新闻5号报道 山西安康的土女士 2号从广东东莞自驾返乡 因为暴雪跟交通的关系 被困在了湖北先逃20个小时 他说看到有被困车辆带的物资不够 有人翻过高速公路栏杆 到附近的村庄购买食物应急 有的地方走不动 被困车主们只能够靠着彼此互助一起推车 从广东东莞到陕西安康 本来不到20个小时的车程 土女士最终走了70个小时才到家 对于中国政府相关的极端天气的应急处理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唐靖元认为 这一次的灾害天气 也凸显出了中国在应急管理 灾害预警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 它不光只是在这个事件上面反映出来 之前在应对疫情或者是应对洪水上面 只要是这种大面积比较严重灾害发生的时候 他们的这种管理方式几乎全部都是瘫痪的 中国揭开了春运的序幕 刚好碰上了暴风雪的坏天气 让各地的春运进程大大的延迟 近来上海浦东机场更是爆出了网约车的禁令 唯独开放一家业者运营 引发了外界争议 现在就有媒体起底 这家公司背后神秘大佬的商业版图 疑似有政商勾结的关系 综合媒体报道 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上个月29号向各网约车平台发文 关于禁止网约车在浦东机场运营的通知 其中规定春运期间 严禁网约车在浦东机场区域缆客运营 此举引发了网约车司机们热议 随后也在舆论上发酵 多家媒体纷纷批评这是在给春运添堵 面对到连日的争议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4号凌晨 发布了消息表示 根据广大市民乘客的建议 同一天起恢复浦东机场区域内网约车的运营 这意味着浦东机场网约车禁令 从发文推出之后 仅仅存活短短4天就宣布收场 不过在这个礼拜之内 人们已经发现了一个十分反常的现象 当滴滴出行 高德地图 美团打车等主流网约车平台 因为上述禁令而纷纷失灵之际 一家名为空港出行的平台 却完全不受到禁令的影响 仍然可以在浦东机场区域内来接单运营 而且收费明显的偏高 该平台俨然已经成为了在浦东机场 以及其附近区域垄断经营的约车平台 人们纷纷质疑 空港出行的背后 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在运营呢 其老板有何特殊背景 竟然可以在过年前运输最繁忙的时期 让上海道路交管局跟浦东机场联手为其独家作局 根据美日经济新闻的调查报道 空港出行这个号称依托互联网家 智慧交通O2O模式的出行大平台 其运营主体视为 航空港上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而这一家2022年12月1号才成立的公司 由上海空港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百分之百控股 蹊跷的是 空港出行在浦东机场及其附近提供的接送服务 跟网约车服务高度的相似 但是其背后公司 航空港上海 实际上并没有网约车的业务 其商业布局更多的集中在汽车足利的领域 引发外界更多疑问 根据企业天眼查APP提供的讯息 进一步穿透股权之后可以发现 空港旅游99.92%的股权 为上海新交港实业有限公司所所有 而后者90%的股份 由一个名叫郑秀丽的个人持有 换句话说 虽然名面上拥有空港出行的 上海航空港的法人代表名叫陈卫国 但是幕后真正对空港出行 拥有实际控制权的是郑秀丽 值得注意的是 2024年1月 上海航空港分别在北京成都设立了分公司 法人代表都是郑秀丽 而两家企业的业务也都是从事航空运输业为主 空港旅游除了掌握上海航空港之外 还百分之百控股了空港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而后者又在2023年年底 投资创办了五家名称相近的汽车组领公司 分别在杭州 重庆 广州 武汉 跟桂阳 这五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全部都是郑秀丽 这样的企业版图布局让人实在不敢小觑 其背后是否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则是不为人知 另外可以观察到 微信公众号马语人说6号发文 就上海浦东机场网约车短背景一事来进行了一番计算 根据官方公布数据 2024年春运40天里 浦东机场进出旅客人数会达到773万人 如果网约车禁令一直存在 即便只有1%的旅客使用空港出行 以360元的单次车价计算 也是一笔超过了2500万元的营收 而如果有1%旅客使用空港出行 那就至少是2.5亿元 如果按照2023年上海浦东机场旅客吞吐量 5452.77万人次来计算的话 这家公司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几十亿元的营收 文章写道 如果不是在浦东机场遭遇到强烈的反弹 网约车禁令设而付费的话 航空港公司一旦在全国各大城市复制成功 这家公司年营收过百亿将不是梦 当不断滑坡的中国股市2号再次下跌之后 愤怒又沮丧的股民们 聚集在美国大使馆微婆的一条贴文下 留下了上万条评论 来批评中国政府跟领导人习近平的治国能力 事件延烧数天之后 审查员疑似已经出来清场 目前已经看不到对中国的批评 仅仅能够看到一些正面的回应 美国之音报导 前微博审查员刘立鹏分析 包括美国大使馆在内的外国使馆账号 并非免受中国审查机构的控制 事实上这些使馆账号的评论区 一直都是被审查员给监控着 而过去几天来 微博已经逐渐加强了审查 试图将这一波抗疫情绪给打压下去 2号上海证券综合指数跌破了2700点 创下了新地记录 情绪激动的网民们 纷纷涌到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网页 在一条有关保护长颈录的最新贴文下 留言批评中国政府 短短几个小时之内 美国使馆追篇贴文下的评论数字 就上升到了几万条 并且没有停息的现象 不过过去这个周末以来 微博似乎加强了针对美国大使馆评论区 跟相关讨论的审查 当美国之音尝试在美国使馆的新贴文下留言时 网站弹出了一个提示表示 留言发布成功 但是目前伺服器资料同步可能会有延时 所以麻烦耐心等待 刘立鹏解释说 这个提示显示了微博平台 已经对美国使馆评论区 施行了先审后上的政策 也就是网民的评论发出之后 必须要通过审查员的审核 才能够出现在评论区内 美国之音发现 美国使馆新的微博贴文下的评论内容当中 已经不见得对中国政府的批评 而仅仅是一些短短几个字的留言或者是表情 比方说 我爱美国 真真日上 真伟大等等 另外 微博也封杀了一些相关的热搜话题 由于网民们二号在美国使馆一条跟长颈鹿有关的贴文下留言 因此许多网民把这一场意见表达事件 称之为长颈鹿事件 但是美国之音发现 微博已经以违反法律法规为由 封杀了热搜话题长颈鹿事件 根据报道 一些美国使馆评论区的留言已经遭到了删除 而这些留言的用户也已经遭到禁言 美中主要经济官员6号在北京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会议 就国内前景交换了意见 并且谈到了产能过剩等担忧 自由亚洲电台引述法新社6号报道 这次会谈是在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忧之际进行的 因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努力应对房地产危机 跟生产率下降的前进 随着北京大力推动新的增长动力 包括了电动汽车跟电池在内的新三大产业 人们对于这些行业可能产生过剩产能感到不安 美国财政部跟中国财政部分别发表声明指出 在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去年访问北京之后 成立的经济工作组最新一次会议上 官员们就国内宏观经济前景交换了看法 美国财政部表示 双方还讨论了针对低收入经济体债务问题等共同挑战的合作 并且同意在四月份再次会面 美国财政部表示 美国官员也坦率地提出了令人担忧的问题 包括中国的产业政策实践跟产能过剩 以及由此对美国工人跟企业造成的影响 该部门补充说 叶伦也期待今年能够回放中国 中国美国商会本月发布的一项企业调查显示 产能过剩正在成为某些行业的担忧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上个礼拜播出的一次采访当中表示 如果再次的当选 他可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60%或者是更高的关税 中国财政部在声明当中表示 北京在最近的会谈当中 对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 双向投资限制 以及对中国企业的制裁跟遏制表示担忧 荷兰情报机构6号表示 荷兰的军事网络在2023年 遭到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入侵 并且表示 中国正针对荷兰跟相关盟国进行广泛的政治间谍活动 这是荷兰首次公开把网络间谍归咎于中国 对此中国驻荷兰大使馆表示 中方反对任何恶意的揣测跟无端的指责 主张通过对话合作来共同维护网络的安全 综合媒体引述路透报导 荷兰情报机构6号指出 荷兰军事情报跟安全局与情报与安全总局 分别关注国外跟荷兰国内的威胁 两局处指出 中国黑客在一个50人规模 用于非机密研究的武装部队网狱当中放置恶意软件 将自身行动轨迹隐藏在此 两局处认为 这个事件并非独立事件 而是中国针对荷兰及其盟国所进行的广泛间谍活动之一 荷兰国防部长欧龙仁指出 将中国实施类似性质的间谍活动攻读于世 有助于国际社会提高对此类网络间谍行动的防御能力 情报与安全总局去年4月曾经在年度评估报告当中表示 中国针对高科技公司跟大学等机构的间谍行动 是对荷兰的经济安全所构成的最大威胁 艾斯摩尔便是间谍的主要目标 艾斯摩尔公司的主力产品 是用于生产大规模机体电路的核心装置曝光机 在世界同类产品当中有90%的市占率 是现代机体电路不可或缺的重要供应商 也因此成为了中国黑客跟间谍的主要目标 对此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指出 网络安全是各国面领到的共同挑战 中方反对任何恶意揣测跟无端的职责 主张通过了对话合作共同维护网络安全 强调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 并且依法打击各种形式的网络攻击 不允许任何国家跟个人 在中国境内或者是利用中国基础设施 来从事网络攻击等非法的活动 香港高等法院6号对流亡的民主活动人士 前议员许志峰颁发破产令 同一天香港警方宣布正式通缉 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 德国之声引述香港媒体报道 香港律政司去年入禀香港高等法院 申请许志峰破产 由于许志峰6号没有代表出庭应讯 香港高等法院临案官颁令许志峰破产 必须要付送费 许志峰在2019年7月到隔年6月之间 涉嫌到四宗刑事案件 包括了2019年7月光复屯门公园游行之后 删除市民手机资料 被控意图妨碍司法公正 在2020年5月8号 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上跟保安发生冲突 被控藐视罪 2020年底时 许志峰获得到香港法庭批准前往丹麦来参加会议 但是之后没有回到香港 而是去了英国 之后转往澳洲 去年8月他在澳洲获得到律师的资格 此外 许志峰跟另外7个人因为被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 涉及到煽动分裂国家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 被警方国安处各选红100万港避来通缉 同一天 香港特区政府警方表示 已经正式通缉在加拿大的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 周庭因为涉嫌到2019年反送中的抗争 被指控包围香港院警总部被判入狱10个月 在2021年6月12号刑漫出狱 但是他还被控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2020年8月再被国安处拘捕 之后获准保释 2023年12月初 周庭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9月中已经负加拿大多伦多就学 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要气保不再回到香港向警方报道 当时香港警方警告气保人悬崖勒马 不要选择走一条不贵的路 以免一生背负着讨犯之名 香港警方6号警告 如果周庭不自首的话 将对其进行终身追捕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